大家好,我是阿里,学习英文,下期寫了琪老师 今天这个主题叫Learn How To Learn 学习 How To 如何怎样 那 To 的后面,我这个用个浅蓝色 后面就会加上一个动词 学习如何怎样 那基本上这篇文章是从这个 IC 下来的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看 因为我毕竟是用比较德行 那我用中文帮你解释一下 Learn How To Have Fun Without Drinking 学习如何怎样 开心 Have Fun 放的话,你要小心 去查字典,你会发现它有名词,它有形容词 那在这边Have Something 当然是一个名词 它是乐趣 形容词是有趣的 小心要跟邦尼做区隔 邦尼是好笑的 好笑跟有趣,比如说不懂 譬如说,你上次去看你一晚怎样 你有趣啊 你不见得会说很好笑 这是有不一样 Have Fun,有乐趣,开心 怎样呢?这个状况 Without Drinking 所以我们在英文的时候 常会把那个状况 切符,放在后面 跟时间比例一样 Without一定是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只讲 drink 加了 ing 变成个动语词 你就算没有喝酒,你还是很开心 不要说一定只有酒才能忙 才能开心才能嗨 所以要学习如何这样做 第二点 Learn how to talk 加个动词 Without phone 没有手机 没有手机 没有电话 你也能讲 很多人现在只会对手机指 更惨事 他也只会贴图 他连讲音不太会怎么 连打字不太会打 那有个人是不会跟人 跟人之间讲话 所以你要学习做这样的事情 不要因为科技的便利 让你某些本能 还有功能都丧失了 好 No.3 Learn how to smile 做这个动作 Without selfies Selfie 自拍照 自拍照 所以你要学习如何笑 但是不是在自拍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人 就是只有在自拍才笑 其他收购的 不是这样 很辛苦的样子 好 比如说 He posted a series of selfies 他投了怎样 一系列的自拍照 怎样 on his Instagram history 在那个IG上 所以Selfie是个自拍照意思 好 那我们再看 还有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什么呢 Dream without drugs Dream是个动作 好 学习怎样的梦想 然后呢 但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Without drugs Drunk本来是药品 它可以引申出来变毒品 所以也没有 对 是要那个状况下才能做 平常也要適当去梦想一下 而不是做完每天的routine而已 这样你会越越不开心 好 He takes several drugs for his condition Condition 你会觉得是状况 它可以当疾病 意思就是说 为了他的病 他吃了很多种药 这就不是毒品 就是药 然后记得吃药不要 eat Don't take 或者She was on drugs 这个就指气毒 他真的用药 用毒品 He was suspected of being a drunk dealer 他被怀疑是一个什么呢 后面是一件事情 他是一个 所以你能必动是夹来安全 因为他有个名字 A drunk dealer 就是药头 一个专门买卖 卖国民族 OK 好 那还要怎样呢 你再看看 Learn how to Learn without conditions 这个Condition是 物质条件 情况 实际环境 就是说学习如何去爱 但是没有这些 射条件的 射定 因为你知道人真的很会射条件 例如说 我觉得他外表OK 但家庭不OK 不行 有时候我觉得他外表OK 家庭不OK 但是 经济不OK 也不行 条件很多 我觉得他外表OK 家庭OK 经济OK 但我不OK啊 我根本身理上 跟心理上都排斥他 但是我可能不得这些条件 我还是接受他 所以你知道 我们要学整 Love without conditions 对自己诚实 好 那这个 延伸出来 你也可以说 Wearing conditions 延期条件 Working conditions 工作环境 好 还有什么呢 等最后一下 Learn how to hustle without greed Hustle是个动作 替表明 急忙行动 所以说人家做什么事 他都有那种衰竹 猛退兜兽 有种压迫的感觉 就是说 We can get everything in time 即时 好 If we hustle 如果我们快一点 好 那greed 他是名词 是担心 例如说 He's grief for money was his ruin 好 grief for something 就是他对什么东西的贪买 贪念 那这件事情 好像他对钱的贪乱 是他毁灭的主要原因 Ruin 我们感觉上是毁灭 他也可以当毁灭的原因 所以就是你要叽叽巴巴 你要去做 但是呢 不要是因为贪心 你会觉得有错 出口我不贪心啊 我不贪心 你不安全 那有时候你会贪时间 这也是贪心啊 你想快一点 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 就是 你贪一十块 就七天后才能回家 这件事情 你给我网 我就去google家 好那希望今天的这些 慢慢how to 可以对你的 人生跟英文带来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